2025年的時候 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的社會 就是在三年之後 所以相關的一些長照問題或者是需求 是必須要提前來做好準備 那根據醫師公務的統計 全台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傷口 是在診所進行照護或者是治療 所以今天我們很榮幸的可以邀請到 何君軒皮膚科診所院長 何君軒何醫師 來跟我們進一步分享 在診所體系運用淡細胞來治療內性傷口的未來展望 讓你熱烈的掌聲 有請何君軒何醫師 謝謝各位 司司長 蔡總製長 現場參與的各位來賓 還有現場媒體朋友 還有對再生醫療有興趣的現場民眾 大家好 感謝剛才那個代主任很精彩的分享 剛好他最後一段有提到皮膚科醫生 所以第二段就讓我們來用皮膚科醫師來接力這樣 哈哈 那 慢性傷口治療 為什麼 在現在醫療照護產業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剛才主持人提到的 即將在三年之後 沒有很遠啦 三年之後 2025年 我們就讓進入超高齡社會 意思就是說 每五個人 就有一次超過65歲 那根據 國外院的統計 其實在台灣 糖尿病的剩下率 有高達10.83% 那這糖尿病的患者呢 由於他們的免疫系統下降 皮膚的血液循環不好 由於剛才大醫師所介紹的 所以他們有15% 會產生所謂的慢性傷口 這個慢性傷口 其實產生的照顧需求 其實非常非常龐大 也能超過各位的想像 國外的統計呢 我們在台灣 一年有傷口照顧需求 就達到658萬人次 其中急性傷口在598萬 慢性傷口就占超過50萬 那碳傷大約9萬 也就是說 這51萬的慢性傷口 照顧治療的需求 是以目前的醫學來說 以我們的醫療服務來說 是遠遠無法負擔的 有距離此 在2007年 我們開始推行所謂的 傷口護理師的 專業認證跟培訓 甚至在2009年 台灣的燒傷醫學會 正式更名為台灣燒傷 傷口照顧學會 我本身在2007年後 開始開皮膚科診所 就有一個小醫生 這十幾年來執行經驗 我已經累積超過3000個 自我案例 所以 剛剛像代醫師所介紹的 慢性傷口到底對患者 會造成什麼影響 輕者 可能是因為傷口照顧不良 他就需要往返於醫院 超過三個月 甚至他的傷口照顧 換藥需要別人的幫助 嚴重者 甚至他有可能會造成結肢 造成殘障或失能 但是 各位可能沒想到 就算以皮膚科診所來說 還有一種情況 比如說 這個慢性傷口 是發生在臉上 這是我的一位客人 65歲女性 她同樣是逃到病的患者 她運氣很不好的是 她陪孫子騎腳踏車的時候 不小心跌倒了 她的臉上在地面摩擦 造成細菌感染 長期治療超過半年以上 沒有一點進展 那她從原本 是一個 活潑外向 自信美麗 固定在這一群裡面保養 甚至喜歡戶外運動的一個富人 變成有點優異選項 存不出乎 家人很擔心她 甚至帶她去日本接受 所謂的 氫濟脂水治療 也不見改善 她甚至有考慮 要往國外接受所謂的 幹細胞療法 當時其實台灣還沒有開放 所謂的幹細胞傷口治療 那我們仿照國外的經驗 我自己 就使用所謂的 高濃度血橋版的血漿 這所謂的PRP 然後給患者進行治療 很神奇的是 每檔之後注射一次 連續注射三次 等檔六週的時間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嚴股傷口癒合不良 我稍微止一下 在這個位置 那根據 皮膚的修復原理 當這個地方 傷口癒合不良的時候 我們自我修復的原理 會在旁邊正常的皮膚組織 開始長出很多的 新生的血管 大家當然是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在右邊的這張圖 在三次的治療之後 傷口不斷開始癒合了 而且很明顯的看到 他的血管開始修復 之前新生的微血管 其實開始慢慢淡化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進步 當時其實我和這些患者都很開心 他很開心的原因是因為他重拾 健康自信跟美麗 可以開始出門騎腳踏車了 對我來說 一個小小的皮膚科醫生 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到細胞再生治療 修復的能力 也因此也從當時我開始 開始進修 開始全新投入 造成醫療產業 過去 走關傷口治療的部分 我們可能可以用直筆手術 鋼藥兩艙 複拉輔助 甚至我們自己嘗試的PRP 但是 如從剛才十字場所介紹的 在台灣擁有先進細胞治療技術 而且有相當多臨床經驗的 生技公司的協助下 包括訓練 OK 我們現在台灣的醫療服務 可以開始使用最高技術的幹細胞治療 來修復這些傷口 這些傷口 之前用幹細胞治療能夠有別於過去的治療經驗 是因為 它有非常重要的三個特點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些打進去的幹細胞 它第一個是可以分化成我們細胞的 皮膚的組織細胞 先把我們的破損的組織 我們所謂的Bestment member 基底層 包圍起來 這個機器人的修復非常重要 為什麼 它可以進一步預防 細菌 照顧入侵 第二 非常重要的重點是我剛才提到的 大家剛才看到我治療的那個照片 治療好的組織 它旁邊原本正常的微血管 新生的部分開始慢慢消退 主要原因是因為 還有我們打進去的淡細胞 可以分泌包括外密體 其中裡面非常多的細胞離脂 可以幫助我們 啟動我們 組織再生修復的能力 包括最重要的就是血管新生 一旦細胞開始重新修復之後 細胞運核的速度會加快很多 所以曾經剛才 帶著我一個分享 傳統過去的治療可能要三個月半年以上 但是現在短短六週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驚人的進步 尤其現在的生物技術不斷進步 這些脂肪幹細胞的應用 第三個 還可以搭配 現在非常流行的生物薄薄技術 或是指甲技術 把這些細胞 融合成一種敷料 直接貼附在傷口上面 相信 在這些技術整合之下 未來 幹細胞應用在傷口照顧上 一定會蓬蓬發展 而且日行願意 講完就是有關技術層面的部分 接下來呢 我們來提提看有關醫療服務員的部分 大家一定會想說 這樣的治療 應該在醫學中心 為什麼要在診所 曾經一開始我剛才提到的 以現在 650萬 這個傷口照顧的治療虛果 超過50萬的慢性傷口需求 以綜合醫院再加 不管是醫學中心 地區醫院再加 地區醫院加起來 也永遠無法負擔這個量 為什麼 根據2020年呢 醫師公會的統計 全台灣在2020年的時候呢 我們的 折所數量 已經接近 約兩千家了 一直就是說 台灣的診所 比 西班的人 再加全家 再加OK配地店 再加萊爾夫 還要多 所以如果你捨棄這些診所 而只存在醫學中心 我相信對政府 在未來推廣 所謂的幹細胞 醫療服務廠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隱憂 所以根據2020年 醫師公會的統計呢 其實 零有一師執照 在職業的醫生 其實 35.4% 都是在診所 意思就是說 全大說數的醫生 其實是在診所服務 甚至演超過醫學中心 OK 所以 我相信 未來上口照顧上 尤其是在老年化社會 把診所體系 納進 再生醫療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我們再來看一些 其他的數字 既然我們要把診所納進 就是在生醫療體系 我們就需要一個評鑑 我們不一定要 所有的診所都加入 我們需要維持住 治療的品質 然後 很開心呢 也很榮幸 去年政府 有一個非常創新的 一個制度 就是他開始開放診所端 申請 所謂的幹細胞治療 那 既然要申請治療 就需要一個資格認證 那目前政府是委託 支撤會 醫生會呢 他會辦理一個非常嚴謹的 評鑑制度 他會評鑑哪一些呢 他會評鑑 包括 診所的環境 醫療設備 硬體設備之外 最重要的是 人員的配置 已經專業訓練的內容 甚至包括整個 細胞操作的流程 都必須要符合GTP的規範 更重要的是呢 在接受到這些檢體 在解凍 在製備運送的過程 我們怎麼去參與 怎麼確保這些細胞 在運送的過程 一直到 診所治療端之前 都不會出任何問題 甚至如果發生一些 緊急事件 甚至一些藥物的一些要害等等 甚至包括 病人就醫的滿意度 都在評鑑的範圍 所以很感謝去年生技的 輔導 在去年12月底 我們在全台灣將近一萬兩千家診所當中 拖擁而出 全台灣只有8家通過 那我們這家8家診所呢 去年年底的時候 剛好也是實事長當著講 有個歷史性的熱誤 就是我們獲釋 設立一個典範 讓事務社會大眾看到說 其實診所是可以 提供高品質 安全有效的幹細胞治療 參與整個戰生醫療的服務行列 那講完有關就是國內的市場需求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 國內的市場需求 上次實事事法我特別提到 就是台灣其實一年 有40萬的觀光醫療人次 那 每年過境台灣真正機場 根據2019 疫情前那種進的 就高達4000萬 那其實台灣在這一塊 我們其實非常強 為什麼 其實在疫情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藍色這條線 這條線基本上呢 是所有的治療 轉人次 我們發現其實在 2019 就是疫情前後 我們基本上已經達到40萬左右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數字 但是我們來拆解 看一下裡面的細項 其實呢 其中的治療項目呢 以門診 回拘手藥 而且門診呢 還在緩慢的成長 另外呢 我們的健診業務 其實發展得非常好 但是有兩點 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 第一個 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來台灣就醫 中間有住院需求的量 其實很少 另外 這是我們自己 要打屁股的地方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 幾乎看不到的 大家猜猜看 字很小 你知道這藍色的 項目 是什麼嗎 是來台灣參觀 要參觀光 然後接受 醫學美容治療的人次 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呢 我這邊特別就是 拋裝以後 有人宣布 呼籲一下 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想要做長照 但大家知道我們的長照發展的一直 不是非常非常順利 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呢 台灣一直說要做所謂的觀光醫療 尤其當時的韓國跟台灣 還是處於平起平坐的階段 但是呢 透過影音媒體 還有綜藝 流行音樂 等等的 K-POP 大量複製跟流行 其實 韓國 已經偷偷 不要說偷偷 悄悄的呢 在2013年 韓國光是做觀光醫美人潮 已經達到兩萬四千人 在2015 16 17 18 各個韓劇大爆發的同時 韓國的觀光醫美 也大爆發了 就在2019年疫情前 他們正式突破 21萬9千人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我們借進跟思考的 一個方向 就是說 今天 幹細胞治療 除了開放傷口之外 就像剛才大主任講的 這個應該要跟醫美合作 為什麼 因為台灣來台觀光 做醫美的人 從很多年前就一直停滯不前 但是又快要看不到的呢 大家猜猜看 實際的數字是多少 是五千人都不到 所以今天我們這邊除了再呼籲把開放 加到60萬 這是1.5倍的成長 我相信對所有的產業 不管是從生計業 到醫學中心 到診所 各方面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借鏡 另外 除了 韓國 我們來看看 鄰近的國家 日本 這次目前 在台灣以前 還沒有 就是幹細胞治療特劃的法性事之前 非常非常 熱門流行的一個醫療平台 不管是許多的台灣人甚至亞洲人 都會透過這個平台的仲介 到日本去接受 治療 那他們去治療 接受治療 大家一定很好奇 他們去了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這有把他們相關配合的醫療問所 列表列在這裡 你會發現其中 超過三分之二 都是診所 另外 他的治療下面有哪些呢 不單純只是做一些 就是包括幹細胞治療 甚至包括一些 洗腎 成功特悉 醫學美容 遠程 諮詢 甚至一些保健防癌服務 都涵蓋在裡面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要發展國際觀光醫療 必須要各個不同的科別 同心一起努力 也不是只有 生技中心要努力 也不是只有 衛福部要努力 也不是只有 醫療要努力 是我們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我希望 能夠透過這次的機會 然後跟大家 正宗的介紹 其實 今年是再生三法的元年 我相信 藉由政府大力推動的力量 生技中心 然後 醫學中心 整所 我們整合起來 可以一起合作 釋放細胞再生的力量 讓世界重新看到台灣 所以我們常常講 Health for all 台灣 can help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何醫師 這精采的分享 讓我們再次看見 把幹細胞應用在 慢性傷口的重要性 那同時 因為在醫學美容上面 還有很多 可以發揮的空間 也是讓國際 可以再次看到 我們台灣 醫療實力的 好機會 幫開